你 你们的方案 没有错吧 放心吧 我有自己的思路 自己的思路 能赢 在我看来能赢 可是在方总看来 针对这个方案做出一些调整 就是一定赢 我拒绝了 我不会懂方案的 为什么专门跑来跟我说 我赢你 当然就得赢得堂堂正正 不用玩花招 玩花招这方案 怎么会在你的手机里呢 即便你曾经冤枉我 也不会影响我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底线 所以你是来证明 泄露丁丁方案的那个人 不是你 不用证明 因为我没有做过 但是你信不信 那我也管不着 我来是想跟你说 还有四十八个小时 如果你不放心 你还来得及调整方案 可是你需要争分多秒 走了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倒不如直接告诉我是谁 我不想应我的前老板 也不会出卖我现在的老板 来 感谢各位老总 那我们现场的评委 除了吴副总 我相信大家都比较陌生 那他们呢 都是分别来自于人泰集团的 北京区 成都区 以及广州区 这么做呢 是要尽量保证我们的评选 不会受到人情的干扰 好 那接下来 金助理 你不是应该在四号仓库吗 不好意思各位 是不是我不是评委的话 就没有资格参加金标会 是啊 但是金董应该有给您打过电话 说他想第一时间知道所有的方案 还有最后的结果 他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打 不用了 金董关心是好事 这说明人泰集团 对各位老总的尊重 你留下来吧 完成金董的嘱托 不 不过金助理 你是没有表结圈的 没问题 我练习旁观 好 那首先是SW方案的陈述 这个沙龙是纯体验室 是 那么我们所有的方案 围绕的只有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服务 怎么样吧 西梅的诉求 LND的诉求 统一到同一个体验超口呢 我的答案是 这个天下根本就没有 东石激素的好事 伤其无止 不如断其一折 我们SW所有的最新产品 在这个沙龙里面 全部免费 而我们专业推出的 沙龙保健美容 沙龙美妆美容 沙龙美发 这三条流水线 则是以服务保证体验 以品牌保证品质 达到SW产品推广 和西梅用户体验的双赢 沙龙 是西梅的沙龙 LND扮演的是衣橱整理者 美容美妆引领者的角色 经过LND的筛选 只问合适 不问品牌 也就是说 所有品牌的化妆品 都有可能进入到沙龙 你们的规划非常完备 但是投入很大 我想问的问题是 你们SW 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 好让我相信 你们可以坚持下去 行业领军的心理暗示 这是一块 价值连城的广告牌 为它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你是说 其他品牌也可以进入到 你们这个LND的沙龙吗 是的 前提条件 必须LND来决定 谁可以进 谁不可以进 总之一句话 西梅把沙龙交给LND 西梅将会得到一个全开放的 堪称标杆的体验沙龙 LND将会拿到第一手的美妆数据 以及业界掌心人的地位 国中之国 无冕之王 好 林总 我在前面等您 我赢了 祝贺你 你看到了 不玩按摩标杆 我一样可以拿下单子的 你还在为副总裁的事情纠结 我已经让你看到了 我有能力 遵循规则 堂堂正正赢了你两局 两局 没有收到任泰百货发来的消息吗 就在刚才 季度销售报表已经出来了 我们反超你们拿下了第一 你们SW的专柜位置 很快也会是LND的了 不需要你让 不需要交易 我会抑制下去 再次祝贺你 作为销售 你出师了 等一下 你说你喜欢明规则 希望你能够一直坚持住这条底线 我当然会 你喜欢玩明的 我们就一起玩明的 我下一步的计划是定点APP 我不管你承不承认盗用了我的方案 也不管你们和丁丁推进到哪一步了 我希望 你不会用到我方案中的方法 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作弊还有不公平 那个方案是领走你的想法 过去 现在 将来 我绝不会表欠 好 我张晓鱼 笔试所有的职场戏经 无论高低 我相信 坚持有态度 有能力 有底线职场的聪明之战 我会踏出一条 属于我自己的职场精英之路 老板 你真的信得过她吗 这可是你主动的王牌 老板 张晓鱼曾经是手里的王牌 可这次方晋出马了 真好因为对你的想法太熟悉 扣病起来易如反账 我现在倒觉得 我可能真的冤枉她 她泄密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没关系 最核心的东西 只有我自己知道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启动 那这次心霉方案泄密的人查吗 查啊 当然查 接触旧版本 方案定稿的一共有六个人 林萧萧 董小姐 加斯汀 莉莉安 你和我 我想重点查一下董小姐 说下去 她跟张晓鱼的关系最好 现在又在受林萧萧的排挤 我觉得她拿这个方案做同名状 投靠张晓鱼 是很合逻辑的事情 蔡蔡 太合逻辑的推理 可能就是错的推理 你一拍脑袋就能想得出来 做这个事的人她想不到吗 跟张晓鱼关系好的 只有董小姐这一个人吗 贾斯汀 她也是她的闺蜜 我有时候对你真的是怒气不争 张晓鱼 林萧萧都在进步你呢 真的这么安于现状吗 调查的事情 我早就通知王磊了 西梅的沙龙我们输了 赢了这个场地的公司是L&D 本来呢 沙龙场地之争是一件小事 但是自从张晓鱼和方晋去了L&D 我们和这个公司四次交手 一胜一瓶两输 输了西梅 输了任泰 输不怕 本来就是两个预演的单子 但是在真正的战役开打之前 我要揪出公司的内鬼 你们没有人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我这么重视这个案子 和你们一起探讨方案 甚至在笔选会的前两天 彻底推翻了方案 让你们完全重做 那是因为我们公司内部 有人出卖了我们的方案 换了方案 毕竟时间仓促 所以我们输了这个案子 林总 这会不会是L&D的反监剂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换方案 你这么想 我也这么想过 我可惜的是告诉我的人 给我看了我们的方案子 我已经知道这个内鬼就在你们中间 准确地说 我已经知道是谁 我还是想给他一个机会 一个小时之内 自己到我的办公室来谈 我会考虑 给你留条路 给你留条路 我在这儿忙着呢 我真没时间见你 今天晚点也没时间 我再对一下 行 那看今天晚也忙 吃饭吃什么饭啊 稍等一下 这边 这边还有这边 都修改一下 林波的款你能不能催一催 你怕别人骑不怕我骑吗 林波的款都挺沉得出气 啊 林波的款都挺沉得出气 嗯 喂 让林萧萧进来 林萧萧 我出卖方案 谁说的 是张晓鱼吗 林总 您不能信她 她这是在玩碟中碟呢 不是 我这么做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呀 林总您想想 我和张晓鱼从一开始就是死对头 而且方靖离开 也是我占正义一方啊 我已经是品牌总监了 我为什么要帮他们 我疯了吗 我 哼 哼 哼 你 你炸我 对 你懂心理学 林萧萧 我以前觉得你是装傻 没想到你是真不聪明 你帮她一次 帮她在L&D博的头彩 她呢 帮你补齐购房首付的缺口 三十五万是吧 林萧萧 看着我 对对对我亲林总 我 我以为是个沙龙 我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 是方靖 是方靖在报复我 好 好 我现在过来 在这儿等着我 听说最近 你们和L&D打得很厉害 嗯 任泰西梅两个战场都输了 孟总真是辛苦啊 身为亚太区总裁 连中国区一个品牌销售总监分管的小单 都让您分心了 的确 我最近主要经历都在战略上 关于销售额 我只关注了大数据 在SW你是第二个突破天花板的人 我记得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就你现在这个带子 也有很多人在打它的主意 所以你根本输不起 我不会输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真的很欣赏你 年轻 自信 有憧憬 咱俩简直就是一类人 我也很喜欢 提罚有能力的年轻人 你看那个林潇潇 钢琴公司还不到一年吧 你就敢替她做品牌总监 有魄力 对了 上次我回总部 费了好大力气脱了关系 暂时压住了 要更换你的这个动议 你也知道 总部这些官僚 并不像我这么了解你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们对你的观察期 会是三个月还是半年 但肯定不会超过一年 我知道咱们中国区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呢你放心 我会尽量帮助你的 但是你这边的业绩 也要让我立时起床 这个 你可以理解吗 当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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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不错 不错 林总 我错了 真的 最后一次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林不知道 我能见SW 有多不容易 我和张晓鱼不一样 他大学刚毕业 在环海路就有一套 自己迷下的方展 可我呢 我连个自己的小卧 都做不起 他来SW 也不过是为了抢回 男朋友这么可笑的原因 可我 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未来 高二那年 我看到表姐去国外下校的照片 我羡慕 我想改变人生 我就去求我舅舅 我去留学 也是我舅舅赞助的我 我和我男朋友好了三年了 我跟我男朋友好了三年了 他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什么都不图他 我就图他真心真意对我 可我后来 生之家心了 他还怀疑我 跟踪我 还家暴我 人人都说阶层固化了 可我林潇潇偏不信 可我林潇潇偏不信 我想像你 我想像方静一样 在上海 正都属于自己的车子 房子 正都属于自己的一切 不是只有张晓鱼才可以 我也可以 和谭伟伦 和谭伦 我也是认真的 我们都谭伦伦嫁了 可他也出身寒门 我每天都省了又省 我就想攒个房子的首付 可 可我公司涨得再快 我也涨不过 人上海的房价呀 告诉我方案泄露的人 是张晓鱼 露眼前两天 他说他知道了我们的方案 他说他不用作弊 也能赢 他说到做到了 我就猜到是他 他家里有钱 他还可以任性耍裤 也让他尝尝自己在前傅首付的责 他正在场 他们家破产了 张晓鱼 张晓鱼现在赚的每一分钱 都在替他父母还债 他也很需要钱 他也很需要赢 所以 欲望和梦想之间也许 就隔着那道价值观的底线 林总 林总 我错了 我 我如果这样被赶出SW的话 我以后怎么在这个圈子里立足啊 我舅舅已经退休了 现在没人能帮我 我父母 我要是回老家的话 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林总 求你了 坐好 坐好 林总 你也是 一路自己打拼走到今天的 你会理解我都不得已 对吗 职场不是家 上司不是你的父母 你也不是孩子 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原谅和包容 是我自己辞职的 就是一个要求 行吗 你做这些事 谭伟伦 先生一个面子 但是 你得有本事走回正路 你得向我证明 我今天选择原谅你 是正确的 我懂了 换个角度看问题 你跟NAR&D交手四次 虽然是一胜一平两负 但是呢 你看 联合打假表面上面是双赢 但事实上你才是大赢家吧 那萧原招品 你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的 说起来也就齐眉重信书了 人态萧商量那边 他们暂时领先 但是你追上来 也就是时间的问题啊 我难受不是因为我输了 是因为张晓宇 在SW 我要防着孟凡阿南背后同刀子 我要处理好跟孟凡的关系 还不能让阿兰觉得 我跟她走得太近 累死了 真的 张晓宇呢 本来是应该跟我并肩作战 好 走了 而且到了我的队里面 我用一年的时间 我用一年的时间 把她从一个跪迹 培养成了SW大众日华部销售总监 我费了多少心力啊 我真的是把她当朋友当妹妹 但是我今天发现 她可能从来没跟我交过事 太失败了 来 来 来 我再喝一杯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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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这个人哪呀 什么都好 就是有时候想问题啊 太极端了 张晓宇 真的有点上我的心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报复她 我要让她一败处地 我要让她后悔离开 我特别特别后悔 好 那你打败她 报复她 那如果将来有一天时间久了 她愿意回来站在你的面前 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你能原谅她吗 嗯 她会吗 我觉得会 只是我希望那一天到的时候 你能够打开你的心结 不 才不要这么容易原谅她 不甘心 你不觉得你对待张晓宇的态度 很像对待你妈妈 你报复了 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道歉 那结果呢 你放下了吗 你看外边 外边的世界很大很大的 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自己退一步 就是海阔天空啊 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这些 在很健康和温暖的 在天长大的孩子 满满的阳光 谁都是不可能一个人去撑起整个世界的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 作为于这个世界里面一盏小小的灯 去照亮自己 照亮自己的亲人就好了 又没有亲人 你还有我的 我可是要在你法律语上亲人的 你在郊区的仓库待了两周 还习惯吗 那行吧 比较不习惯的是你现在说话的口气 麻烦有话直说 好吗 上次李选辉 那位 你是担心我偏袒张晓鱼对吧 是 你知道为什么你爸接到你的江湖救急 却没有联络我吗 要不是你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这什么好说的 他选了你 怎样要挺你到底了 忘了我也这么做 很得意是吧 是不是觉得我很幼稚 不 你担心我不公平 所以我动用了 你所能够动用的资源 这并不幼稚 相反的 整天闹着不依靠爸妈 这才幼稚 一个人呢 对于资源 缺乏足够的认知 是没办法担当大任的 你是不是给我上课 已经上上瘾了呀 静小辈 明天 你就要回总部上班 回总部呢 当然是好的咯 但是 温总你就是遛狗呢 明天开始你正式担任任泰的副总裁 分管物流板块 麻烦你说清楚一点 人泰的物流板块从明天开始完全交给你 完全是多万全 我有人事权 有 那签字权呢 我说的是真正的签字权 真正的签字权 麻烦问一下 为什么呢 你去四号仓库待了两周 第一周呢你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 然后你改进了仓库混乱的管理 员工呢 不必加班 我们都可以把一天都活给干完 你们仓库的开票大姐说 她来这工作半年了 但只有这一周呢 她第一次下班之后 还能够看到太阳 那你的工作又不复杂 收一级 然后呢你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其他的仓库 上海仓库的王经理 他遇到搞不定的人 搞不定的事都会找你 那倒是啊 上个月呢任泰周年庆 全国的仓库都已经瘫痪了 只有我们上海仓库 按时可以发货 做下了全国单量的百分之四十 厉不厉害 分管仓库的石总 你知道吧 昨天他来找我 他说呢想把总裁特别奖金 发给上海仓库的王经理 但王经理他不鞠躬 他说呢这功劳是属于一个 才进去不到一个月的管培生 那个人叫贝哥 听说是我派去的 他问了能不能把他留在上海 之后培养成经理 我说呢 老师 他 就直接当你的上司吧 老师是不是毁得肠子都清了 他早该换个地儿了 几个大仓库的瘫痪 这个责任他不负 谁负啊 看见我做得还不错啊 那温总啊 你之前说过仓库是给我的第二堂课 那现在是不是证明我考试已经通过了 金小贝 回来跟我一起干吧 那准确点呢是我带你一阵 但是这个摊子还要还给你的 温哲 你信任我 但是不代表老金信任我 我说实话 我回仁泰是冲着你想要跟你学本事 但是我真的跟我爸那帮老人玩不到一起 尤其是那个姓吴的 所以你宁可让那个姓吴的把仁泰给搞垮 不可能 这不是还有你的吗 我 你都不管仁泰的生死了 我一个外人 何必搭上我的时间呢 是我答应过你爸 但期限只有一年 现在实体经济快速下滑 仁泰过不过得了这一关 交给那帮人你觉得挺得住吗 靖小贝 理智点 别再跟你爸斗气了 既然你是老金的儿子 有很多人很多事 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得面对 有一些担子不论是多重 你都得扛 一会儿 要开总裁办公会 你一对八的戏码 马上就要开始了 温哲 你的有些套路跟手段呢 我不一定都喜欢 但是如果你答应我 好好保留的全部交给我的话呢 我一会儿就跟你开回去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啊 感觉我好像被你算计了 其实 你早就想毁人态了 对吧 这说什么 我根本就听不明白 我只是关心啊 我的副总裁办公室 是不是还是那个小黑屋啊 你猜猜 不可能 段主任 金小辈回总部 担任副总裁 对 要给他那个小黑屋就行了 给他一间向阳一点的办公室 人在十八楼 薪水嘛 就按照副总裁的发 这个月的 今天就补上吧 这个月的 今天就补上吧 温总 感谢 人态的公子哥 总是吃晚饭不好看嘛 哥 你太懂事了你 我听说你喜欢喝白的 来 这两个单子呢 干得漂亮 我敬你 在齐渭 牟齐震 是我分内的工作 方总的功劳也很大 对了 下周呢 日本总部的会长 会来中国去试查 你得好好表现啊 你这表情 怎么怪怪的 你这表情怎么怪怪的 没有 我就是突然想到了 我和林瑞落翻 就是因为SW大老板的视察 你呢 要是表现得不好 丢了亚太区和中国区的脸 我才会和你闹翻呢 真不知道林瑞在想些什么 不好意思打扰了 这是您点的龙卷 谢谢 请慢用 上个月的业绩报表我看过了 SW在大众日跨部这一块 的增长是百分之十三点五 我们是百分之十五 可下一步 说不准林瑞会不会有什么秘密武器 你要是能分析出方向 我们也能针对性布局 听说他们的直营终端不得很快 我估计啊 直营开始后 他们的市场份额会增加一到两个点 那你和方总想出应对方案了吗 我和方总一直都在研究 很快会拿出我们的方案 不仅是针对SW的 更是我们LMD未来三年的战略布局 很好 看来你和方总合作得很不错 那我就放心了 小月 你家的状况我是知道的 只要你好好干 在年底销售额能够增长百分之五十的话 我就单独给你们申请提成奖金 你一个人 就能拿一笔大奖金 谢谢老板 好好干 林总 这个酒已经醒了两个小时了 对 金先生是这样啊 你强烈要求我穿成这样 出来给你吃饭 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是这样的 林总 我主要是想表达我的感谢 我觉得如果没有您的指点的话 我一定没有那么快地 能拿下仁泰的仓储物流 没有那么快地 能把老师给挤走 所以我发自内心地认为 姜还是老的辣 金总实在是太客气了 我帮你搞定仁泰的仓储 你能够尽快地升迁 对SW 对我 都是好事 所以这是一件三银的事情 林总 你太谦虚了 慢点 慢点 林总 我们喝一杯吧 好 祝贺啊 就这样吧 感谢林总 林总 我没做到十分钟 你让我回家 我花了三个小时 我没做到十分钟 你让我回家 不是 这环境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真的 我们一带这就跟应酬一样 是不是你小的地儿啊 喝他话本持不住 我还不尊重我的老众 走走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换一个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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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酒挺贵的 来 这个人的脑回路 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啊 我现在又冷一样了 你把我拎到天桥上来 溜达什么呀 是啊 应该打包饭沙拉的 沙拉哪儿够啊 我们能下去吃饭了吗 别溜达了 喝口酒呢 你是不是有毛病了 我真的很饿 你 你说 你说我穿成那样 你把我弄到那儿 好了 挺好的 可以了 来 看风景了 来 看什么风景啊 我很饿呀 还不是你今天有那么饿吗 饿别饿 我一整天什么都没有吃 我就等着晚上这一顿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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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手伸住吧 干吗 把手伸住 要给你吃的 天啊 你还会变魔术啊 好了吗